15岁刘日的地质学家李次光 李次光,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 188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岗县回龙山镇 父亲给他取名李中奎 李次光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工资微薄,所以家里很贫寒 李次光从小就很懂事 他一边在父亲教书的私塾念书 一边帮助妈妈干许多家务劳动 带弟妹,挑水,砍柴,充饮 一有闲暇时光,李次光就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坚强不屈,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 说起李次光的名字来历,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李次光14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到武昌高等小学考试 李次光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 爸爸,我一定争取考上 父亲望着聪明伶俐的儿子,开心地笑了 好孩子,有志气 李次光高高兴兴地去参加考试了 他在填写报名表时,由于疏忽,把年龄填在了姓名一栏里 又没有钱再买一张报名表 糟了,我把年龄填在姓名一栏里了,需要重新买一张表 可是我一分钱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 他灵机一动,来了主意 哎,有办法了 他忙拿起笔,把识改成礼 然后在四后面加上一个光字 后来李次光就成了他的学名 考试成绩出来了 李次光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昌高等小学录取了 不久,他告别了父母兄妹 独自一人乘船去了武昌 李次光第一次走进学堂,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课程表上有许多私塾里从来没学过的知识 如算术,历史,英语,地理,日语 来上课的老师都十分严肃 老师在课上常说 同学们,你们能来这里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希望大家勤奋学习 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省里还会派公费出国留学呢 有机会出国留学真是太好了 我要是有机会能出国留学多好啊 李次光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消息按下决心 我一定要争取出国留学 李次光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抓紧时间认真学习每一门功课 而且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老师非常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 同学们也非常佩服他 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到日本留学 在当时,能到外国高等学府去读书 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5岁的李次光要出国留学的消息不禁而走 听说我们镇上的李次光要到日本去留学了 这孩子小小年纪还真有本事啊 前镇上下都知道有个孩子叫李次光要出国留学了 都前来道喜 李次光儿时的伙伴们也前来祝贺 李次光,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哦 你以后升官发财,可别把咱们给忘了 长辈们却语重心长的说 众魁啊,你可是我们这个镇上的才子 出去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大伙都盼着你的好消息呢 长辈的话语深深的感动了李次光 他对大家说 请大家放心,你们的话我一定会记在心上的 我一定好好学习,为咱们中国人争气 1910年,李次光留学归来 带着满腔的热血,洋溢着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报国的决心 他不断地潜心研究,成为杰出的地质学家 解放前,他一直从事古生物学 冰川学及地质学的研究和教学 并利用地质力在中国找到了石油 解放前,李次光留学